大家注意看 这是我见过茄子最好吃的新做法 外面饭店卖128 其实在家里做一点都不难 今天就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先把去顽皮的茄子 切成大大的小块 加上清水 把茄子投洗一遍 这样才能更好的挂上淀粉 一定要撒上玉米淀粉 才是酥脆的关键 让每一块茄子都均匀地挂上淀粉 接下来做一个糖醋汁 烘碗里加上大半勺的白糖 大半勺的白醋 半勺清水 少许的生抽 老抽调个颜色 最后加上一点精盐 给它搅匀备用 忙忙碌碌一整天 连浇做菜再剪辑 就做出来这一个视频 真的是太难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油温六成热 把茄子全部下锅炸 定型之后再去翻动它 要不然这个粉就全掉了 全程中火去炸 大约需要五分钟 把茄子炸得金黄酥脆即可 锅留底油 下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了 把糖醋汁倒进去 大火熬至浓稠了 把茄子下锅 快速的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茄子 酸甜酥脆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